在汐止香掌路進去 要往玉泉宮旁的大B 現在的生態是越來越豐富 今年更是吸引了上百隻的鳥來棲息 有白露絲、葉露等等 綠色的枝頭上白點 都是鳥的蹤影 可能是在休息、稀息或是學飛 一塊去看看 一大早來到汐止香掌社區 只見眼前的大B 整個池子旁邊的樹上 好多的白點 仔細看全都是鳥 有些是三三兩兩在稀息 或者是像這樣獨自站在枝頭上休息 社區理事長就說 這兩三年來 大B的生態是越來越豐富 今年更是吸引了上百隻的鳥類 豆流棲息 三四年來 現在照 像白露絲、夜露 這一方面的照 都集中在大B的花 來這裡作修 結果生修 可以很漂亮 你如果說在白露絲 要來看這個生態 吃不出這個地方 生態非常的豐富 你看我們這邊有差不多三四種的野鳥在這邊 包括白露絲、夜鷹非常多 其實我們要白天看到這麼多的鳥類 非常的困難 那這邊最主要是我們的生態非常的豐富 市區發展協會極力推薦 所以議員廖正良也特地前來看看 果然早上下午都看得到上百隻的鳥 仔細看都不同 最多的是白露絲 不過也有夜露等等 還有鳥是乾脆在這裡竹巢 所以來這裡不但湖井、豐吉妹還有鳥可以欣賞 是不是這個屬於雞藍湖 很豐富的密室的地方 給他人吃 所以他在去吃 他就補一補雞藍湖吃魚 我們這個大米也是有這個 很豐富的魚 所以說有時候 如果要趕快 等這個魚撲起來 他就去鎖 但是大米的魚就沒辦法吃 都吃到小米 他吃到他的地方就吃 這交往很奇怪 在交付娶娶子的時候 很可愛 就像我們老母子在娶這個小孩 他吃到這裡再討好這個小孩 所以說一個生態 很漂亮的地方 我們的主委跟我們的主席 今天就說這邊來 都震設一些觀景台 讓我們送鳥的 還有鄉親到這邊來 看到很多的鳥類在這邊來觀賞 有一個更適合的場所 讓大家來觀賞鳥類 豐富的生態資源 為了讓民眾可以站在 最佳的位置欣賞 地方也希望能夠設置觀景平台 而議員廖正良在看了之後 也將向相關單位反映 看看如何推展地方觀光 也讓更多的人 就到這裡來看湖井 鳥類生態 還有蓮花池 九層惠林戲職拆放報導